任脈不能倒 這樣不懂 督脈要有力量 你的任脈必須要支撐住 你任脈倒了 督脈也沒力量 對啊對啊對啊 沒有錯沒有錯 這樣不懂 我聽得很懂 我聽得很懂 當然是這樣子 這就是那個誰講的入跟服 陰陽入服 陰陽入服論 他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你的右邊要有力量 你的左邊必須要撐住 他要浮 比方我的背上有力量 背上從這邊是入 這個要浮 這個要浮 這個才有力 如果這個不浮 我用背 這個前面不浮 後面就沒力了 老師老師你教我們在調席的時候 我們這邊提的話 後面也是要有力量 調席是整個拔 整個拔起來 是中軸起來 是中軸起來 中軸起來 有了中軸以後 才有前後左右 所以調席我們不是調我們的任脈 是把中軸提起來 中軸 所以在任脈都脈之間 是有一個中軸 是 有一個中軸 你的中軸先要起來 才有任脈都脈 你的中軸不起來 你的中軸是垮的 任脈都脈不會起來 我確定他一直說 任脈後面還有一條脈 是不是那就是中脈 就是任脈 任脈之間有一個中脈 我有看到 有前有後 當然有中 它中間並不是在脊椎 它是在中間的前面一點點 對嘛 一般就是從這邊到會陰 然後在脊椎的前面 這條線 對對對 百會到會陰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基本上就是這條線 所以有左有右 當然是有中 有前有後 當然是有中 才有前後 可是因為它很接近的脊椎骨的前面一段 所以我們常常以脊椎骨來代稱 常常以 因為脊椎骨是你可以感感受到的 所以你把脊椎骨拔起來 中脈就起 起來了 所以調息的時候 把中脈給 對 調息的時候是直接拔起來 是把中脈拉 中脈拉起來 所以不是前面的熱脈 是中脈 對 你中脈拉起來 你就不要管熱脈 多脈 是 是 好 好 知道嗎 對 好 好 嗯